天堂之门vs白蛇 谁才是周周最强的偷窥者 普奇的替身白蛇和西北老汉的天堂之门都有着窥探心灵的能力 白蛇通过殴打将别人的心智溶解成光盘抽出 天堂之门则是能把别人直接变成书籍 两者都能阅读目标的全部记忆 对白蛇和天堂之门来说 你的记忆是完全透明 比如普奇就是通过阅读成太郎的记忆光盘才了解到关于天堂的真相 最终实现了迪奥梦寐以求的进化 陆瓣也从康一和山本灵美身上查阅了他们的所有小秘密 那么这两个类型相同的替身 能力方面究竟孰强孰弱呢 从阅读记忆的角度来说 两者的能力是一只的 没有任何人能在白蛇天堂之门的能力下隐藏自己的目标 但从效率来看 白蛇的记忆光盘要高于陆瓣的书本翻阅 毕竟翻书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快过直接读盘 从战斗方面来看 天堂之门是立地速臂 白蛇则是力量位置速度是低 如果是正面来看 天堂之门要略占优势 毕竟能力方面两人都是一击必杀 破坏力对比速度来说意义并不是很大 而且老汉的能力可以同样适用于替身 所以第一回和天堂之门胜利 那么从能力的拓展性分析 白蛇是否能够压制天堂之门呢 白蛇的心智溶解是非常魔幻的设定 除了可以抽取记忆外 还能够抽取替身光盘 石之海前期很多替身使者的能力 都是通过白蛇的光盘赋予的 两人虽然都能强行制造仆从 但普其无疑要更加可怕 毕竟他完全能够制造属于自己的替身团队 这一点路半无论如何也比不了 然后白蛇还能够制造大范围的幻觉 他除了能够让你直接陷入幻境里 他还能够通过欺骗的方式 乔装成你的伙伴 两者都可以通过书写命令的方式 更改身体属性 比如普其就用光盘抽取了自己的势力 然后破解了狂风暴雨 但从级别上完全无法和天堂之门相比 天堂之门不仅可以让杖柱以70公里的速度倒飞出去 他还能让康一瞬间学会意大利语 可以说天堂之门在一定范围是可以违背现实规则的 既然可以学会语言 他自然也可以让康一学会其他的各种知识 既然可以倒飞70公里 他肯定也能让杖柱的弹跳力超过吸血鬼迪奥 综合对比的话 如果只考虑战斗的话 白蛇的全面性要更强 但从应用角度来说 天堂之门才是最理想的替身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多多支持哦